早上歡迎各位在這個週末午後來到 假日科學廣場 然後我們看一下各位朋友 您就是有沒有 就是我們有做過調查 有沒有來過假日科學廣場 但是我們還是讓這個舊與新知 讓我們的老朋友知道一下 您今天是第一次參加 假日科學廣場活動的朋友 趕快舉個手 來我們鼓掌歡迎一下好不好 好 歡迎你們來 那這個假日科學廣場活動 是由國科會跟中大大學補助經費 所以我們才有機會在每個週末 跟大家見面 那我是中大學物理系的朱慶奇 也是這個活動的計畫主持人 跟活動主持人 那非常歡迎大家來 我們今天請到的講師是好朋友老朋友 因為他已經是我們假日科學廣場 就是一直支持我們 幾乎每一年都會來幫我們 講一場數學的活動的彭老師 彭良跟彭老師 彭老師現在是在師大附中任教 但是彭老師到附中之前 就是他應該說你被附中挖腳之前 他是在台北市非常有名的一所 我們稱之為算是科學高中吧 麗麗山高中 彭老師在那邊任教了10年 所以他累積了非常豐富的這個教學的經驗 還有教學的資源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知道明天是一個偉大的節日 小朋友會跟我說明天是什麼節 母親節對不對 過完母親節就要幹嘛 過完母親節是過冬午節對不對 看到粽子除了想吃以外 多一點點東西 想一想粽子有什麼特質 它的形狀為什麼長這樣子 這些東西 我們彭老師都會跟大家解釋 它裡面藏了什麼秘密 然後你怎麼可以動手做 然後讓你 你課堂上學到那些數學有沒有 小朋友好 這樣先這樣問好了 你很害怕數學的舉手 有沒有小朋友是很害怕數學的 什麼你喔 好 那這是個好消息 彭老師今天來的都是熱愛數學的 然後唯一的這個小朋友 我相信你上過彭老師的課以後 你也會變得熱愛數學 所以我們的數學問題都解決了 如果教改這麼容易真好 好啦 那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還是要介紹一下 叫做藝術金三角 那這個乍聽之下 你可以把那個藝術 想成是ART A-R-T那個藝術 你仔細一看一下 那個藝術那個數是什麼 是數學的數 所以如果你要在國內找到一個老師 他可以把數學跟藝術結合得非常完美的話 就我所知就是彭老師 真的很厲害 你們今天做的東西你就會知道 你除了可以欣賞他數學的美感以外 還有藝術的美感 好 那我們今天就正式開始今天的假日科學廣場 讓我們歡迎彭老師 好 謝謝 朱教授 那 只有一個不喜歡數學 那 不過今天因為在座有些家長是老師 所以我今天的課程數學都會盡量丟出來 但是你腦袋當機不能思考的你就不要管他 那如果你也是數學這個領域很有自信的同學或老師 就歡迎那些問題多想想多思考 好 那今天帶各位都是動手做 不會進入到太多的紙筆運算 那各位就從一些不同的系統 看看我們今天分享給各位的課程 好 那各位的螢幕大部分在那邊 我就簡單帶了一下 這是我個人簡單經歷 是倒數幾屆的工費生 那早期分到檢新國中 那後來跑去考科學高中 那前年才回到我的高中母校 好 那我自己老家在陽美 新屋 所以我就是客家人 今天也算是回家鄉跟各位一起分享 好 那我們不囉嗦 其實也在等一些還在風雨中塞車的人 那我們先腦筋機轉彎動一下 趣味一下 那待會才正式進入到我們一些數學思考 好 來 沒有紙 沒有筆 沒有關係 那腦袋想一想 好 來 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 六根一樣長的線段 現在在左右螢幕或是我這個桌上 它擺成兩個正三角形 現在是六根一樣長的線段 擺成兩個正三角形 好 來 腦筋急轉彎 這六根線段各位可以動一根 動完之後要看到四個正三角形 好 這個純屬趣味 各位不要想得太嚴肅 待會看到答案會吐血 那就好玩而已 只怕各位這個假日的母后已經沒什麼精神了 那小朋友又被老爸老媽拖來 拖過來這邊 耗在這邊 那就腦袋玩一下 好 那沒有靈感的話沒關係 我給各位一個提示 那題目是這樣 那各位 這個題目如果玩完 待會覺得有趣 也歡迎把這個題目記起來 因為在可能母親節你就會有聚餐 家族聚餐 那在飯菜還沒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六根筷子擺一擺 逗逗母親 逗逗阿公阿嬤快樂一下 好 來 六根一樣長的線段 來 我們給各位提示 這兩個三角形請你動左邊這一根 這一根線段 這一根磁鐵條 這一根動完之後 你要看到腦筋急轉彎的四個正三角形 好 已經有好幾位小朋友家長恍然大悟了 已經掌握到他的精神 好 提示一是動這一根 好 來 還是沒靈感沒關係 好 來 我們給提示二 好 提示一是這樣 來 提示二 那個答案很重要 他要你拼四個正三角形 好 那個答案 好 那個阿拉伯數字很重要 好 要你拼四個正三角形 好 來 我們請這位小帥哥 他已經把答案透露給他老爸 來 來 可以 不要客氣 不要害羞 好 那 我們就跳過了 這只是串場了 因為還好幾座是空桌 待會正式開始的時候 那就請角落的主題直接往前移 好 這是今天腦筋急轉彎 這個網路上曾經流傳過 那帶各位好玩一下 好 動完之後 你要看到這個腦筋急轉彎 四個正三角形 好 那我們再玩第二集 第二集網路上從來沒流傳過 是音錯陽差想出來的 好 第二題是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帶各位晚一點 不安排裡出牌的一些數學思考 但是背後其實就是 教科書沒有教沒有學的東西 你其實就可以自己去發明 或是去發現 好 來 我們來玩個Part2 這是第二集網路上 保證你沒有看過 好 只是把剛剛的三角形倒過來 好 還是腦筋急轉彎 好 也是動一根 動完之後 你要看到四個正三角形 還是腦筋急轉彎 好 不過這一題的難度等級高一點 因為學校沒教 考試沒考 好 來 我們給各位提示一 來 提示一動這一根 好 這一根動完之後 看要放在哪裡 你會看到腦筋急轉彎的四個正三角形 有嗎 那位小朋友 看你比得很高興 應該是楞然大陸的感覺 好 來 這位家長已經寫出了關鍵字了 好 那 提示的是這樣 這種腦筋急轉彎要玩的有意思就是 你不要都不給提示 人家會覺得你只是 用書一些很奇怪的題目來考它 好 那 當他不太會玩 不想玩 你適度給提示 好 上一題 如果提示是去阿拉伯找答案的話 好 這一題就請各位到羅馬找答案 好 不過這個時候 在座的小朋友就要掛歸了 你知道是羅馬數字 那請問這根是要放左邊還右邊 因為學校沒有教 考試沒有考 很多人真的靠運氣 好 那最後 這是今天的一個小開場 好 那 純屬趣味 今天我們要帶各位操作的金三角 就是通通都用正三角形組裝 構成的一些立體結構 那有些結構 因為學校的課綱定位問題 沒辦法教太深 因為真的要深就是要進入計算 長寬高要進入到體積 那這個要到高三學完為積分 所以這種立體課程 各位在國小階段幾乎沒有太多機會去深入 那今天就帶各位開開眼界 其實就只是三角形 你就可以玩出一片天 好 那真的利用六根線段 有沒有辦法真的拼出四個正三角形 那今天要給各位的答案 就是我們要組的立體結構 有沒有辦法真的拼出四個正三角形 六根通通可以動 真的要把它拼出來 那就是我們今天要傳達給各位的 好 那本來沒有想法 但是給你三滴立體 那大部分同學就有機會跳出來了 那這是我們今天要做的操作 不過它實在太簡單 所以我們待會不會放太多心思在這裡 那剛剛朱教授說 母親節完就是端午節 那我們今天的主角 應該說其中一個主角就是他 印象裡種子雲滾滾的 你不太會把數學上的三角錐畫上等號 但是如果你抽絲剝繭 把它的點線面抓出來 你會發現它到處都是三角形 那我這個是棉花包的模型 所以還稍微扁扁的變形 各位有機會去便利商店 他們生產線包的都很正 都很飽滿 好 這是其中一個我們要做的操作 不過因為它太單純 我們今天沒有花太多心思 好 這就是我們的大長三角錐 好 那接下來要請各主助教 來把這個百利智慧片發到各主桌上 來看剛剛你們怎麼瞧的 好 就是原則上是一桌 原則上是一桌會有一包 好 但是人數太多的 我們會斟酌那兩桌前後 多放一包 好 那如果人不多的 或是還沒來的 我們就把操作的焦距放在其他桌 好 那現在拿到這個我們所謂的百利智慧片 好 那現在拿到這個我們所謂的百利智慧片 然後把它倒出來 倒在這個盤子上 好 待會兒要收 要弄都方便 好 現在請各位 每位大朋友小朋友 每個人都可以 請你拿四個正三角形 好 四片正三角形 好 這個是早期在台灣有看到的那種數學教具 不過它是很傳統 很陽春的 沒有一些輪胎大炮的鋼管 它是有純屬的數學教具 好 今天帶各位先走過一趟它的結構歷程 待會兒我們會換DIY 好 讓各位把它拼出來 好 現在請大朋友小朋友 好 每位拿四個三角形 四片三角形 來 你的一個大考驗 請你想辦法 好 一定要想辦法 如果你都沒有想 那就絕對是有問題 好 請你想辦法 要拼出一個金字塔 好 在埃及沙漠裡面的那個金字塔結構 好 各位在學校考試的時候 那一個金字塔是幾角錐 可以腦袋裡想一想 好 現在讓你用兩隻手操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操作跟數學答案 有時候是不太一樣 好 這題要想辦法 如果你完全沒有思考 好 你拼出來的答案是霸掌 你拼出來的答案是霸掌 霸掌不是金字塔 那金字塔怎麼看 我們看一下PPT 好 金字塔可能沒有去過埃及的沙漠 但是電影裡面或是照片 或是影集裡面有機會看得到 好 這是我們所謂的金字塔 那不過這裡有太陽的影子 所以有看沒有懂 所以我們給它另外一個結構 好 金字塔 好 那年級數高的同學自己想一想 金字塔到底是幾角錐 那今天這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落差在哪裡 想一下 好 那這是它 露空的一個結構 露空的結構 好 這是我們數學上說的四角錐 四角錐 那你會覺得這一題有陷阱 故意挖陷阱給各位跳 因為你真的沒有思考 好 跟隔壁邊聊邊邊組裝的話 它組起來的封閉造型只有唯一解 你組起來的封閉造型就是剛剛唯一解的霸掌造型 它是數學上說的三角錐 那我們今天要各位組的金字塔是四角錐 好 那故意不給各位正方形 好 那雖然它會變形像這樣 底部沒有正方形固定 它會變形 不過把這個金字塔放在桌上 你會發現它就固定了 好 放在桌上 這個四邊形SSS全等 在這裡共平面的時候 它就固定了 好 來 請修正一下 有太幼小的小朋友 就請爸媽陪著他走到這個階段 好 那接下來 如果你那一桌人太多 操作焦距沒那麼多的 你可以跟隔壁兩兩合作 那如果焦距數量有多 就請各位再拿四片三角形 好 現在要請各位想像一下 好 這是比較現代版的金字塔 好 我們現在要請各位去創造出一個新的立體造型 好 想像一下埃及的這個金字塔 好 如果它的地下是 它埋在沙漠裡面的結構 剛好像這樣 剛好是上下顛倒的金字塔 好 地上一個金字塔 地下一個顛倒的金字塔 那現在請各位再拿四片零件 把地上的金字塔跟顛倒的金字塔 上下組合在一起 地上是一個金字塔 那它的地下 就像現在頭影裡面上看到的 它有一個顛倒的金字塔 給它做一個點綴 那當然最後它在地板上又放了一個小金字塔 好 完成之後 快慢 每個人差很多 小朋友慢慢煮把它煮起來 就兩個金字塔一上一下 那現在要請各位觀察 推論一下 這個二合一的金字塔 剛剛看上面一個金字塔 地下室一個金字塔 現在這個二合一的金字塔 組成一個立體 那數學上為了方便 要給它命名 那跟平面上的多邊形一樣 多邊形有幾個邊 叫幾邊形 那對於立體 有時候不認識的結構 我們很簡單地稱呼它 例如這個粽子 它有四個面 我們就叫它四面體 四個面的立體 那至於這個立體 有八個面 數學上就簡稱叫八面體 好 那現在要請各位 把這顆八面體 轉來轉去 好 看一看 數數看 在這個八面體上面 你看得到幾個金字塔 好 剛剛組裝的流程是 地上一個 地下一個 那現在組好的這顆立體 你看得到幾個金字塔 有沒有小朋友很熟悉 這個降落傘是誰發明的 達文熙 達文熙厲害 人類還不知道怎麼飛上天 他已經在思考要怎麼降落 這是根據文獻他設計的降落傘 好 如果把它的這個金字塔的降落傘抓出來 再把這個人偶掛的掉線 給它倒過來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八面體 那生活中哪裡看得到這樣的八面體 除了老師這種玩具之外 有沒有印象在哪裡 你有機會看到這樣子的立體結構 日常生活裡面 好 不容易 因為這種數學 你可以想一下 從小到大你都沒看過 學校也從小到大沒教過 所以這種東西應該就是本身就很陌生 不過帶各位看一下 根據礦物的結構 這是台北拍到的一個公共藝術 就是八面體的結構 好 根據礦物結晶的專業的書籍說 幾乎是純碳結構的 沒有太多雜質的鑽石 它出土的時候就是正八面體的結晶 只是當然不會這麼大顆 就小小一顆 就幾乎是純碳結構的 那也因為這樣 我們常看到的鑽石經典的形象 就像這樣 把這個金字塔上面切掉一個小金字塔 那剩下的東西再多去切幾刀 讓它的折射反射的光線效果 能夠達到最棒的一個定位 好 那這是有機會在博物館看到的 平常並不多 那剛剛給各位的一個數學思考 就是它有幾個零點 一個零點看到一個金字塔 那有空各位也可以試著把這顆金字塔 當作是一顆地球 地球儀 看看北半球有幾個邊 南半球幾個邊 線道幾個邊 待會也可以把這些數量抓一抓 好 這個數學的部分比較深 我就先沒有停留 好 那生活中不容易看到真正的正大面理 那但是可以看到這樣的變形 這是在嘉義二水北回歸線的一個地標 各位看一下 那三個圓圈 你可以說它就是球狀的八面理 你可以看到八個球形的三角形 那我這邊也帶了幾個東西 好 例如這一個過年過年有機會看到的調式 那你可以說這上面就是八個球形的三角形 那這個比較高檔 如果比較有在幫媽媽做家事的 對這個可能不陌生 小衣球 在結構上它就對應到了一個正大面理 只是它都變成一樣弧形 好 那偶爾會在一些公共藝術的設計 看到這樣的表現 這是在內湖科學人區看到的一個公共藝術 它面底的不鏽鋼結構 好 那最後我們先總結一下 那各組就要開始挑戰 我們今天第一個稍微有困難的任務 剛剛說 霸掌在數學上它每個頂點都有看得到三個正三角形 那因為這樣的對稱結構 我們在數學上稱它正四面理 那納科鑽石在數學上也因為它處處對稱 點線面都對稱 我們稱它為正八面理 那它的特別就是每個頂點你都看得到 數得出四個正三角形 好現在要請各位幾乎就同一桌的夥伴 好要請你一起努力 來請你想辦法組裝一個立體 讓它的每個頂點都要看到五個三角形 好三角追是每個頂點 不管哪個頂點看過去 你都看到三個三角形 好就抓這個對稱性 那八面理是不管哪個頂點數過去看過去 你都看到四個三角形 一個金字塔 那現在工具可以先組一個五角追 沒有正五邊形 但是你拿五個三角形先組一個五角追 好組好之後那個頂點就有五個三角形 那現在請各位試著不斷的把這個五角追一直扣充 讓你不管從哪個頂點看過去都看得到五個三角形 好 來還沒完成的組別努力一下 最後一片 好如果你不是那種特殊星座血型 一定要挑戰百分之百完美的 好強烈建議你最後一片 真的不要現在拚命塞 好完成的立體長這樣 好每個地方看過去都有五個三角形五角追 好這一組趕快加油 我們準備要待會進入DIY的切換 好這樣的設計 在台中科普館的公共藝術之外 那老師在香港的國際機場 也看過他大廳上面有這樣的立體 好把它的結構放大 你會數出來到處都有五個三角形的結構 這樣的結構帶各位閱讀一下 我們乾隆皇帝這個皇帝讀的數學課本 好那我們今天玩的都是三角形構成的 剛剛說的八面底 好現在操作的二十面底 好這在師庫全書裡面 各位如果有興趣到大圖書館 我們可以去翻一翻 好至於他的點線面的數量怎麼算 那這邊老師先放出來 但是沒有說什麼 他二十個面 你可以用北半球南當球吃到 把它拼拼湊湊 那至於他有幾個人邊 你可以用這樣的算法 幾個點點 你也可以這樣的算 二十乘三除一五 你就可以確定 他會有幾個五角錐 好這樣的設計生活中不多 這個是在國父紀念館拍到的 原住民的一個展覽 他利用二十面底 這兩個結構 那左邊這個結構 就我知道 有不少國小的美勞客 曾經做過這樣的繡球 那老師這一個是用 廢紙回收 牙膏和雷劍把它弄出來做的 那在國小美勞客 曾經有陸陸續續的同學 曾經做過這個立體 只是不會特別從數學的角度 去分析它的長寬高 那今天就先帶各位到這邊 好那折子方面 也有人做這樣的結構 那至於這一顆燈是 是曾經在IKEA看到的 人家設計師做的一些 每天的設計 讓它變成一個二十面底的夜燈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給各位 正式完成DIY 各位今天做的這個操作教具 沒辦法讓你帶回家 那但是待會你要靠自己的本事 我們待會會發這樣的DIY 那每位大小朋友 你都可以拿一張 都可以拿一張 但是我們基本上 預設的目標 待會是要請各位 拿我們指定的零件 待會先完成一顆二十面底 這樣的一張展開圖 待會拿上面十片零件 待會各位可以組成一個二十面底 可以組成一個二十面底的結構 那至於下半段的這十二片零件 我們待會第二節課後半場 會再帶各位操作完成這顆造型 等一下要請各位 利用這直接扣條設計的這個DIY零件 不需要剪刀膠帶 你直接把零件撥下來 完成它 那能力夠的 或是你在做家長老師 你可以思考的 再給你一個比較高難度的挑戰 剛剛我們只是拿一堆三角形 把它組成二十面底 那等一下給各位的零件 是兩個兩個三角形 等一下各位的零件 是兩片三角形直接靠在一起 直接組裝在一起 那要請各位 利用這樣的零件完成它 那有興趣進階挑戰的老師或家長 請你試試看 想辦法讓二十面底 每個五角錐都看得到五種顏色 如果你是家族一票人來 如果你是家族一票人來 那你剛剛可以先做 做完之後 那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回家之後去挑戰這個進階 零件還是一樣 但是它可以經過配色 讓你組好的二十面底 每個零點的五角錐都有五種顏色 那待會第一回合 你不太有心力去顧及這個結構的 你光是拼這十面底 就有點辛苦了 那就先不管進階的配色挑戰 好 那我們現在請這些助理同學 每位大小朋友 一人一張 那請各位先撥上面這兩排十張零件 先撥上面這兩排十張零件 那下面這十二片零件 待會我們第二節課才要用 好 剛才那顆二十面底 你就先放在桌上 待會你撕著對照它的結構 好 如果你是要配色挑戰的同學 家長或老師 你的零件不要跟隔壁夥伴混在一起 你的零件不要跟人家混在一起 如果你要配色挑戰 就不要跟人家混在一起 好 現在請各位把上台 把這十片零件先撥下來 好 那我們先引導各位完成一半 好 我們先引導各位完成一半 好 各位先把第一排的五片零件 他們在結構上是一樣的 好 第一排的五片零件 來 先撥第一排的五片零件 好 這五片零件 我這邊螢幕上先給各位一個參考解答 這是有配色的 好 就是我先用上台的這五片零件 先組出一個五角錐 看起來像一個月亮蝦餅的形狀 好 那紅層黃綠藍的顏色 你就先照老師這樣的一個順序 好 把它組裝起來 好 這一個設計是直接用插扣的概念 所以各位拿到上台的五片零件 先把外圍的體型 把線條統統折一下 兩個三角形之間的線條 也都先折一下 好 折好 就像這樣 待會各位就把這樣的零件 先挑指定的五片零件 第一排的這五片零件 很高 嗯 再到一面對五片零件 非常重要 不妙 因為很高 多記憶 一個我叫做的 很高 多記憶 只有五片零件 很高 都要開始 主持人 请各位先播第一排 边号1号到5号的这五片零件 然后对照前面的荧幕 你把颜色红尘黄绿蓝的颜色做对照一下 先像这样 组出中间有五个颜色的五角锥 简单说 这颗20面体你已经完成北半球 你已经完成北半球 那这边给各位的是进阶配色挑战 已经给你一半的答案 那至于另外一半的答案 你待会看一看就过关了 虽然它要配色 但是它并不像魔术方块一样 好像要配什么不得了的公司才会厉害 这只是有个起点之后 像这样你已经完成北半球 那待会南半球 你就边看它缺什么颜色 就补什么颜色 现在先拿边号一到五号的零件 待会给半球完成的同学 照这样的颜色对应之后 完成的同学 拿六号到十号的零件 六号到十号的零件 把南半球边看边阻 你只需要看它缺什么颜色 就补什么颜色 好来大小朋友都试试看 都试试看 待各位 你用数学的几个教具 先让你把那一个形状拼出来 你对它不陌生之后 待会我们再来看怎么样做过DIY 组起来 试看 把它做起来 好 接下来我们准备进入第二个复杂立体的认识 刚刚我们完成的立体是从八掌正四面体 钻石正八面体 好 到各位现在手上这一颗正二十面体 好 那也丢给各位一个简单的思考题 有没有数学上 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立体 每个顶点都看得到六个正三角形的立体 好 照刚刚我们的数学流程 八掌是每个顶点都三个正三角形构成的立体 那钻石是每个顶点都四个正三角形构成的立体 各位已经完成的二十面体 是每个顶点都看到五个正三角形的立体 好 那请你脑袋想一想 数学上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机会找到一个立体 它的每个顶点都是六个正三角形 已经有家长回答不可能 数学上会说无解 那为什么不可能 为什么无解 那要请各位看一看 想一想 你可以真的拿六个正三角形拼拼拼看 本来想要拼六角锥 但是会发生一个意外的现象 你拼拼看 你大概就了然于胸 所谓的无解不可能是怎么一回事 好 现在老师这边先透过结构带你走一趟 那待会请各桌已经完成的伙伴 帮你那一组试着用白地智慧片 完成这个立体造型 まず全家电矢整地链 大胆 四十五 上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时候的数学结构会一个特别的现象 它弄起来刚好变成一颗大巴掌 大的三角椎 这是它我们倒过来的程序 不过它还有四个面 我们再另外四个面 也突出四个小巴掌 这样的立体 在结构上你可以说 我现在看到有两个立体 一个是黄色的 一个是黄色的巴掌 另外一个是蓝色的巴掌 那等一下这个立体 它结构上就是 你从一个八面体 每一面突出一个小巴掌 构成的八星体 那待会我们要给各位的操作 就是利用剩下的零件 但是先不要急着做 我们先你各桌 至少有人完成一颗这样的立体 百利智慧片的立体之后 我们才引导你怎么DIY 那现在请各桌 二十面体如果搞定的桌片 先像这样 其实一开始发给各桌的百利智慧片 其实是有配色的 也就是你的百利智慧片 一包里面通常就两个颜色 那现在各位偷懒 就先像我这样 先把其中一个颜色 组装成这样子 少一个底面的三角锥 拿三个颜色相同的三角形 就组成三角锥 它们都少一个面 那另外一个颜色也像这样 也是三个三角形 就组出一个三角锥 好 待会各位的任务 就试着想像 刚刚我们说的金字塔 金字塔有八个面 金字塔上面四个面 你就把它组起来 那各位组的角锥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它的公扣母扣 凹跟铺的扣环 会有方向性的差别 所以各位在做的时候 要让八个 凹跟突的顺齿症或逆齿症方位 要一样 好 先完成两种颜色 八个 缺一面的小三角锥 那现在各位要完成这一颗八心底 操作上很简单 就是A颜色的三角锥 它的隔壁都接B颜色的三角锥 那B颜色的三角锥 它的隔壁就接A颜色的三角锥 你就这样子看起来 好像没有太复杂 就这样陆陆续续把它完成 好 那一样的问题 如果最后一颗三角锥 组进去很容易爆开的话 各位可以试着剥掉一两片零件 让它是有镂空的 方便你把它组装起来 好 就像老师这样 好 刚刚组好 组好完成八个三角锥 那你就刚好用颜色做配色 A颜色的隔壁都B颜色 B颜色的隔壁都黑颜色 好 有问题的就请举手 等一下 各位要利用剩下的零件 来组这一颗八心底 组好像这样 那做完的话 二十面底 刚刚是看起来圆滚滚的 好 做好这一颗 各位可以两只手 顶在它的两个平点上 像风车一样这样圈着滚 好 那待会我们准备要做这一个 不过我们给各位的零件 也先做一点设计 好 每位伙伴 你现在的DIY 应该剩下最下面两排 好 所以要请各位跟隔壁伙伴 两两合作 你是拿上排的13到18号 这六片零件你拿两份 或是下排19号到24号 简单说就是你跟隔壁伙伴 我如果拿上排零件 就是它的上面这一排六片零件给我 我的下面这六片零件给它 也就是你要拿一样的零件 它凹跟凸要一模一样的零件 总共12片 你就13号到18号的零件 拿两组 或是19到24的零件 拿两组 你可以跟隔壁伙伴交换 如果弄着弄着你那一桌的零件 已经混乱不堪 不知道怎么区别的话 你可以零件收一收 再到前面这边换 比较完整的 好 现在你总共要12片零件 但是不是你那份展该图的12片零件 而是你要拿其中一排 那跟隔壁交换 你拿上排 那你就用下排的零件 跟隔壁伙伴交换 就跟它交换 因为它好跟凸的零件 在这个结构上 会不一样 会不一样 好 先温柔的拨下来 然后你们两个猜拳 还是怎么样 黑白决定一下 谁拿上排的两份零件 或是谁拿下排的两份零件 如果你那一桌有落单的 刚好是基数 前后又瞧不容 那你也可以带到前面来换 如果左邻右色 人家都双数 就你那一桌单数 实在没得这样换 你就带来前面换 都可以 好 其中一种比较简单 你就拿你其中的一套零件 你要配的颜色就是 每一个小三角锥的颜色 都一样 这算是最简单的配色 这有八个小三角锥 那你待会试着组装 就是要让每个小三角锥上面的 颜色图案 是一样的 好 那这一组零件 稍微跟上一排二十面体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中间的零件 各位要往上折 好 这边说一下 你可以对照一下 你手上的这个八星体 它的相邻两个三角形 基本上是凹下去的 所以当你拿到 这十二片零件的时候 中间这条线要往上折 它才会对到这个凹下去的结构 好 所以它要往上折 你巧谷杂志里面说的 它是骨折线 骨折线 它中间的线条要往上 所以你可以先 不管三七个十一 十二片零件 中间的线条都往上 那旁边的梯形 还是跟刚才一样 通通往下 好 其中一个比较简单的 配色挑战是 你试着抓一下颜色 想办法让每个组装在同一个小三角锥的零件 它上面的颜色都一样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配色 那稍微有难度的配色是这样 如果在座有数学领域的老师 你可以思考或是回去再体验 实在不行再看解答 好 比较复杂的配色挑战是这样 这里面完成的立体 你会看到大三角形 我们说的大巴掌 那比较复杂的配色是 刚刚是小三角锥 每一面同色 那同样的零件 你可以这样配色 让大三角形 这三个零件 颜色都相同 好 你用这个当贩本 如果这个贩本不对 就是类似这样 你看到的大三角形 这边看到都是红色 换另外一个三角形 看到的都是橘色 类似这样 如果你有兴趣 做这样的挑战 或是你那一组是 兄弟姐妹的家族朋友 你就每个人挑战 不一样的 多体验 待会有人成功了 回家就是小老师 可以分享 好 如果你脑袋已经快当机 实在没难思考 那你也就不要配色了 你就凹跟兔子好 煮煮看 照着桌上的那一颗大心体 试着把结构一对一 一样发火把它发出来 我们给各位最应该说 几乎就是答案了 好来把你十二片零件 先像这样 这样的月亮虾皮 煮四个 我们就暂且心 不要管配色问题 好不好 配色问题本来 是另一种激励 如果这个结构 对你来说 已经不是陌生的 好 那你就试着再去挑战配色 好 那现在各位主着主着 虽然桌上已经有一颗样品 但是 好 看不出来的话 那就请各位先这样 好 先拿三片 组一个三角锥 另外三片是打开的 好 那等一下就把这四大片 像这样 弄成一个大三角形 好 好 这边用数学的结构来说 就是黄色的 待会是个大的霸掌 黄色是大霸掌 所以待会只是把这 黄色的大霸掌组起来 好 你就看到黄色的三角锥 那红色的自己又刚好是颠倒的三角锥 好 流程 我们如果说用pepper的话 这大概就是我们说的 武林秘籍 好 真的说难 你会说 这辈子从来没看过的结构 但是要把它简单化的话 好像又不是很复杂 好 各位就还在努力的 或是主到后面已经变形的 好 准备要放弃的伙伴 我们试试看 先这样组成三个大的三角锥 三角锥 三角锥 然后再把它这四大片零件 好 组起来 好 好 那有几桌 已经有同学 甚至是家长完成这个立题 姑且不论有没有配色成功 好 我们先丢给你一个 看起来会很辛苦的考题 好 如果你待会答对了 我们给你特别的礼物 好 特别的礼物 好 状况是这样 好 各位一开始拿到的DIY 一开始 其实我已经把 今天你用不到的两片零件拨下来了 好 那因为用不到我就拨下来 好 他的任务是这样 好 待会请再做伙伴 如果你有兴趣拿到这份DIY 好 你的任务是这个 刚刚我们是钻石 突出八个 好 八个小巴掌 变成八星体 好 原则上这个游戏规则 你可以说 我比照办理 好 刚刚是 好 原来是八面体 那你突出 它有八个面 你突出八个小巴掌 变成八星体 好 同样的道理 你也可以说 我今天已经认识了二十面体 如果你的零件数量够 你也可以说 彭老师 我今天想回家做二十星体 好 就是我手上这一颗 好 就是二十面体上面 有二十个三角形 你在每一个小三角形上面 也一样突出小巴掌 好 那完成的结构 用数学教计做起来是这样 好 那如果用今天给你的DIY 做的会是这样 只有二十面体 每一面突出小三角锥 突出二十个 好 它的零件 跟你刚刚做八星体的概念 完完全全相同 中间凹下去 然后去配 只不过今天给你的零件 没有办法做配色挑战 好 来 有兴趣的伙伴 有兴趣拿到这份DIY 不是给你这颗立体 是如果你待会算对了 这份DIY就给你带回家 今天母亲节大餐吃完 你可以就开始动手做 好 给各位的考题是这样 那请问要做这个二十心体 你需要我们今天这种零件 需要几片 好 但是不要直接大声回答 因为你回答 旁边每个人都会强答 好 请你如果你算出来了 好 你待会举个手 旁边 呆子上面写一下 或是秀一下 如果你数量算对了 好 那我们就送你一份 好 那不过因为各位是家族 可能一个人算对 就全家鸡犬升天 所以我们稍微限量 好 一个家庭 原则上最多哪一份 好 原则上 好 除非其他组别实在没有人 有机会拿到 好 他是二十面体 每一面 突出 三角锥 好 那如果你完全不知道 从何下手 不知道从哪里算 学校从来没教这种数学 那给各位的练习是这样 八面体你刚刚有概念了 好 这个八星体要十二片 你可以试试看 十二片是怎么数出来的 或是算出来的 好 那二十面体长这样 点线面你也可以数一数 他对过来二十星体之后 好 这样的零件要几片 好 有答案的就来举手 好 好 这边四桌应该都听到了 好 这就是鸡犬声 好 好 过他的笔 好 回去有兴趣 试试看 这个二十星体 好来 还有两份 这边的组别 你们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好 完成的同学 协助一下隔壁伙伴 你比较快 你比较有Sense 手感比较顺 那隔壁伙伴 若差大的 你可以试着引导协助 甚至他还在看颜色 你试着帮他确定 颜色有没有对 有没有错 好 我们的礼物都发完了 那这些人回家 还要每日每夜继续做 好 那就继续 好 那各位还在做 我就顺便把握时间分享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 你可以欣赏你自己的创作 虽然都是我帮忙设计好 你只是试着跟着挑战而已 好 那至于回到家 虽然各位手边没有 没有这样的零件 不过类似的idea 你其实可以在学校 或是在家里带小朋友的体验一下 好 那我这边比较鼓励的是 例如这一个 好 这一个是利用气球杆 好 那一些去圆游会 或是什么活动 那小朋友最喜欢拿气球杆 好 但是拿完之后 通常那气球杆 就只能当塑胶回收 好 气球杆颜色很多 那又比吸管硬 你可以像这样 那只需要 那个比较细的钓鱼线 比较软比较细的钓鱼线 把这些三角形穿起来 好 那这样子太简单 或许你觉得看了也不会太漂亮 好 那八面体稍微复杂一点 好 那刚刚我们做的这一个 中间一个八面体 上下两个颠倒的三角锥 你只需要搭配色彩 好 那你的元校花灯 最后在上面 塗个宣纸或什么的 你就会有 与众不同的数学花灯 人家都没有的 那就只有你有这种设计 好 这些都是类似的 就是你不需要 烦恼你手边的素材 那今天你只需要认识 一堆三角形 它在三度空间 有哪些不同的组装 你就可以由剪刀盘 先走一趟 好 至于右边那个桌面上 还有我之前在试的时候 在尝试这个DIY开发的时候 自己手边做的一些样品 好 待会这些焦菌模型下课的时候 也欢迎各位来看看 摸摸看到底它怎么回事 好 那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认识的 八星体二十面体 好 那这一颗 好 这一颗的造型 其实就是 中间里面是一颗巴掌 一颗三角椎 那它有四个面 或突出四个小巴掌 只是造型上它没有太突出 顶多有点像 各位在马路上 有时候看到人家放的路障 类似那种基角钉 好 那其他还会有一些复杂的变化 例如两颗巴掌 以上一下的组合 那或是这种很另类的十二面体 侧面看都好像五角的宝石 但是结构上它很特别 只是不对称 好 这两颗我们分享一下 它也是把凹凸凸放一起 这一颗如果只看它大结构 你其实一看就懂 原来它就是个大的八面体 大的钻石 只是中间每一个中心点 我们都给它凹下去 挖掉一颗小巴掌 那你就可以变成一个凹凸凸凸的结构 好 这些都类似 你都可以回去再变 或是你家里就有类似 或是学校有这种数学教具 班上有 你其实都可以拿来加减玩 有的也许看了 也不觉得特别想欣赏 那有的 对你来说 可能都是这辈子第一次碰到的 虽然背后的结构 或许一下子也不一定看得懂 但是当你都有针有余之后 其实都可以慢慢的摸索它 好 那最后这边也带几个 生活中看得到的一些相关设计 好 刚刚PowerPoint上面说 很多造型真的在我们生活中不容易看到 也因为这样我们学校的数学课程 不会花太多篇幅去介绍这些 大家看不到的议题 顶多在大学的数学选修 你有机会 略知一略 那我在这边 就把历年来到处走走逛逛 看到的一些数学玩具或教具 简单的走一趟 例如这几个 这个是在东南亚看到的 它们藤边的设计 藤边的吊饰 那每个地方都是五角锥 掌握的 就这个概念 好 这个是比较像一只玩具的主木 十二个顶点 然后三十根棍棒 最后把这个一只玩具组装起来 就是二十面体的结构 点跟线的结构 那这个塑胶橡皮 看不懂的人 就当橡皮球玩一玩 玩完不好玩 或是踢都踢不准 就塑胶回收 那我看到是难得的数学宝贝 它就对应到二十面体的十二个顶点 这是生活中看得到 好 至于 这边看到的教具 特别分享这两个 好 这个是 台湾设计开发的魔术方块 大概在三五年前 台湾还曾经在家上看到很多 好 它就是三角锥的结构 那你想办法让中间的颜色 跟隔壁的颜色搭在一起 好 那中间的LED都会亮 那不过这一组都快没掉 好 这是相关的设计 也就是说今天给你的这些结构 如果要当一种挑战 其实它就是配色的问题 好 那最特别的是这一个 特别要介绍的是这一颗 好 这个是二十 我们看到大的三角锥 好 那现在请各位 手边动作都先暂停 先不管你看到哪里 进度DIY到哪里 先看着我这边的变化 这只是一个不太起眼的三角锥 好 接下来它也是魔术方块 本来也是要你想办法转 好 让每一面颜色相同 好 不过我看中它的是结构 好 各位看一下 好 这颗巴掌会变形 好 会倒过来 好 再一次 好 现在是顶点朝下 好 再一次 好 那你可以说 会设计发明这个 结构玩具的人 他一定要很懂 数学的部分 好 这一个我们把它说穿了 就是对应到各位今天手上的八星体 好 那我用颜色来对照 好 现在这颗立体中间黑色的 就是我们钻石的结构 它在这个八面体上面 四个面先突出小三角锥 那对应到左边这一颗 就是蓝色的大巴掌 就是这颗玩具 现在的结构是对到蓝色的大巴掌 那现在它把点打开 每一个点都可以打开 那每一个念也可以浓缩 它就把点打开 念浓缩 它就对应到左边这颗 黄色的大巴掌 用数学的高深的语言叫做 四面体的对偶结构 对偶 那没听过就不要管它 你就把它当好玩 原来玩具本身 除了挑战难度之外 有时候也还是需要好一些数学概念 好 这是最后 那待会我们PPT还会有一些内容 那至于接下来这一颗 是我很喜欢分享的 虽然最后说到底它没有数学 不过我还是要硬把它挤在我的行列 因为这一颗拉链包 至少它是三角锥 就这样子它就被拉入数学的范畴 不过我真正我自己看到的时候 我就很高兴了 赶快就钱掏出来就买 好 那这个我很高兴 就是我们自己玩这种设计 有时候也真的是到处走走 很多新的刺激 我们自己才不断的有新的力感 那看到这种设计 这是台湾人设计的 这个包包从头到尾就是一条拉链 就是一条拉链 例如它现在拉开来 如果它是包包 你可能放个什么小东西放着 平常就拉起来就这样挂着 好 那不过它很特别 从头到尾 这个包包就是一条拉链 好 待会下课你非常好奇的 好欢迎来拉一下 好 从头到尾就是一条拉链 好 那当你十四求是的话 你会说那这种包包一点用都没有 拉开了什么都不能讲 好 那我觉得就是创意啊 好创意 不见得是要有什么不得了的机关 但是至少打破我们的一些 很习惯的知识思考 好 我常常这样讲 一加一等于多少 大家都很厉害 好 脑筋是什么 但是反过来 二等于多少的时候 好 我们希望是海阔天空 好 一加一等于二 大家都没问题 但是二会等于多少 有时候逆向思考 就真的不一样 好 好 那我看到他 虽然数学位没那么重 不过我看到他 是很高兴 台湾现在真的跟人家比 跟国际比 我们或许靠的就是 现在这些世代去生 他还有比我们不一样的创意 好 那这边给各位看一下 好 最后 刚刚如果要呼应那一个 虽然他只有创意 不过在数学结构来说 这个设计在数学的历史发展里面 倒也特别 好 这是一个三角锥 好 那也是在边装上拉链 不是整个包包 好 但是这样子的一笔画问题 好 是18世纪 爱尔兰的一个数学家 丢给全世界的问题 好 怎么样一笔画 好 可以打开之后 便展开图 好 这是哈密顿的回路问题 好 那这种东西 今天只是用三角锥做简单的版本 好 有兴趣你可以回家做地方题 做八面题 好 最后带完这个 我们就看PPT 然后分享一两个 网路的笑话 好 这一颗球 你如果 在台湾蛮有机会看到 好 这颗球看起来只是圆滚滚的 不过对照我们刚刚 那个洗衣球的球型八面题 你可以说这颗立体 就好像是球型的三角锥 它有四个圆圈 就是三角锥的四个面 它有四个面 那这蓝色的小三角形 它有四个 所以对到这个三角锥的四个顶点 那现在请各位看一下 跟刚刚这个结构很像 好 这里是紫红色的圆圈 好 这个就叫魔术球 可能在家你的小朋友 就有一颗 只是丢一丢 新鲜感没了 就不理它了 好 那这个结构 还是它的数学概念 好 点跟面可以交换 就是跟这里的概念一样 我的顶点可以打开 我的面可以浓缩 好 如果慢动作给它转 好 在这边你就会看到八星体的感觉 好 就会有这种感觉 好 其实就是我翻过来 谁当顶点 谁当面 角色呼唤的意思 好 这些都是零零种种 有机会 看得到 收集得到的玩具 好 最后 我们回到PPT 把后续的东西 大致告一段落 好 这是刚刚配色的问题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二十星 只不过这里突出来的是尖尖的三角锥 不是正三角锥 那这也是二十星的一些灯 好 刚刚第二节课给各位操作的就是正八面体 钻石 每一面都突出一颗巴掌 那今天我们在DIY上面 好 各位回去 待会离开 每一个报名的团队 你会拿到一份这个彩色的说明书 那今天我们操作的 只是三角锥八面体 结构太简单 我们就没做这个 我们做的是八星体 跟二十面体 那这一颗造型就是 刚刚有六七位伙伴拿到的二十星体 那这样的课程 各位有机会的话 来到远泽基金会的网站 我在它的电子报 历年来都分享好多相关的炒作跟设计 在应对课程的一些新的分享 有兴趣也欢迎上网 今天做的是这些 那零件够多的话 你其实可以各式各样继续变化 那今天时间关系 那我们就只给各位做两个经典的代表 那如果各位回去用的是国小美劳客教的这种概念 你也可以准备好多元 那我早期还没有开发这种DIY的时候 我给小朋友的操作是 直接买现成的那个阿拉票 就一大张一张去老街 或者买一张十块或五块 一大张里面就有二三十个零件 你只要把三角形画一画 你就可以折 直接这样双一角也一拟 也是个今天金三角的课程里面 你可并化 那最后 今天我们没有做这个 不过没有剪刀交代 不过也带各位一样动动手 但是又不希望今天来这里 科学广场只是来做美劳课 我们希望你的智商还是有机会 不同的刺激 也许你挑战配色 那希望在数学思考上 还能够让自己可以自问自答 你还可以做别的变化 今天我们给你的都是面的配色 你下次要做科展研究 你也可以说我可不可以做点的配色 或是边线的配色 这都是其他的相关颜色 那明天就母亲节 也祝各位在座母亲节快乐 最后我这边分享一下 一个网路上的小笑话 第一集是我自己编的 那听得懂你就很有灰灯 那这个我称它为林语巴的对话 第二集是网路上流传的 林小时候 这是第一集 林小时候他长这么还小 他有一天在马路上碰到巴 巴长得这么高大 但是林小时候的数学不多 知道的数学知识不多 他碰到巴 他丢了一句话 他很好心的提醒 小心别掉下来了 因为那个时候的林看到的巴 他以为是两个林在叠罗汉 这是他这么小的时候 对这个巴的数学解读 但是他继续学习成长 那长大之后 这是Part 2 也是网路上传的笑话 林长大了 他长得高壮 那巴还是这样 但是这个时候 他学的数学更多了 他走到马路上碰到巴 他丢了一句话 他说胖就胖嘛 干嘛扎个腰道 那如果好笑 就各位捧捧场 那只是想传达 有些数学其实 只是因为我们的体制问题 大家比较在意分数 比较在意成绩 但是如果撇开分数成绩的压力 我们试着让学生有一点时间空间 能够去摸索 试着去发展 很多东西 你这辈子没看过的东西 你是可以发现 可以发明的 只是比较可惜 我们不知道它是因为学校 从来没教 但是在古希腊时代 这些立体 人家早就都研究完毕了 只是它不是我们体制内的主流 所以正常人从小到大 没有机会看到这些结构 那我只是接触比较多 然后开发的课程经验 还有教学比较多 今天站在这边跟各位分享 那也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今天有所成长 谢谢 好 真是非常精彩 至少学到了 当铃就当铃 不要随便乱砸腰带 那个 我们还是接下来的活动 就是要请各位朋友 帮我们填写一个问卷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 渐渐建立起来的传统 就是每一场家庭科学广场活动 我们会选出一个家庭 然后选的这个方式呢 是它填写问卷是最有诚意的 所谓最有诚意 不是说你都是说好话 哇讚好棒 我一定要再来 不是不是 就是我们很希望 你可以 跟我们分享你今天的收获 那这次要请大家帮忙的 再来就是我想 可能要真的彭老师同意吧 因为这个桌子上的这些东西 非常精彩 那我想每一个小朋友 都很想要带回去 可是实在没有办法带回去啊 有的都只有一个 那至少我们可以开放 可不可以跟彭老师合照 然后跟这些东西 你可以挑你喜欢的 然后跟我们的老师一起合照 好不好 所以小朋友 你待会那个 填写完问卷之后 你有兴趣 你可以带着你今天的作品 也可以跟彭老师 借一个现场的作品 然后拍照 留个念 好 那我们还有一个 完美的ending 就是我们非常谢谢彭老师 今天带过我们不一样的数学感受 那我一定要问这个小朋友 因为刚刚他很勇敢 全场之后 他举手说 不喜欢数学 不喜欢数学 没有什么 有没有改观啊 跟我们分享一下 没有 没有 没有改观 可是我刚刚发现 他做得很好 对我非常喜欢他的层子 可是你可以看到 待会可以分享一下他的作品 他做得非常好 手很小 好 所以今天这么精彩的活动呢 我们还是要谢谢彭老师 所以各位的双手先暂时借我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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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